對比很冷很冷的冬天 秋冠是一個佔有良意 但又未洗著口衣的日子 今天要介紹的五款薄身外套 是大家可以考慮的選擇 如果你沒有什麼頭緒 可以在秋冠如何配搭的話 這五款外套是適合的 Hello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David 我是Youtube 製作關於 Man's Fashion 時裝穿搭的短片 如果你還未訂閱 記得按一下下方的訂閱 第一款外套是隨著 藍裝近年休閒化 越來越多人穿的 Overshirt 襯衣外套 我的外形尤其是領位 像一件襯衣 但在口道上更像一件外套 是兩者的混合 Overshirt 的用處是一件外套 所以一般不會像襯衣般單穿 裡面一定會配多一層衣服 我這件是Course 的上規款 每一季都會出同一款 但顏色有些不同 這件看起來會比較聰明 跟其他普通的Overshirt 有些不同 配搭一些咖啡色、卡其色的造型 非常好用 另一個Overshirt 的好處 就是在不同的價位找到好的設計 如果剛剛那件Course 的690元 有點貴的話 在H&M、GU、ZARA等 Fast Fashion Brand 你都會找到好的Overshirt 設計 第二款是一個非常實用的選擇 不知道大家去郊野地方 行山露營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特別寒冷 家裡好像沒有什麼合適的衣服 可以配搭你的造型 這時候你需要一件機能性外套 說到機能性 最基本當然要應付到不同的天氣 而且更方便 還有弄髒也不怕 我已經來自ASOS 的ASOS White 系列 版型比較闊 所以絕對適合一些多活動的活動 而且很多包裝方便放東西 手袖上又有一個束口位 讓你下雨或冷的時候 可以避免入水和鎖住身體的溫度 這些細節的考量 值得大家選擇機能性外套時留意 米色、啡色、古銅色、灰色、藍色、綠色等 這些大地色是最適合的 如果你想找到好的設計 Denor Face 和 Patagonia 當然便宜一點 迪卡龍都有不錯的防風防雨外套選擇 近年工裝風越來越受年輕人追捧 一件工裝外套當然不少得 如果你有疑惑的話 其實牛仔外套是可以做到相不同的效果 牛仔外套是每個男士衣櫃不必備的單品 相信這一句 沒什麼人會反對的 如果你還未入手一件牛仔外套 你是錯過牛仔外套那種 好穿白搭又帶點換味的樂趣 無論是工裝還是牛仔外套都帶種粗獷的味道 Casual 穿也可以 Formal 穿也可以 它的物料質感較厚 而我個人覺得深藍、深啡和深綠色是最好看的 想找好的牛仔外套當然要去 Levi's 另外Athelene、Gab、Ulico 和 Weekday 都有便宜好看的選擇 另外一件工裝風的背心 都適合一些不太量的日子襯衣服 這件就來自ASOS 傳統的Bomber Jacket 充滿軍事色彩 而且偏後 不過近年Bomber Jacket 有一種現代化的變咒 就是以Jersey 平直步做的Modern 款式 所謂變咒是指它散卻了Bomber Jacket 的細節位 例如手袖袋、用料上比較多便 整體網絡簡潔利落少少 喜歡Bomber Jacket 但又想穿得斯文 可以選這種Modern 款式 Jersey 的質地比傳統的更薄和柔軟 我一件靈位用上圓領羅文設計 非常輕便而且易襯 這類的Jacket 在ASOS 會找到超便宜 而且品質比H&M 和GU 高的選擇 秋冬季最開心的是什麼? 當然是可以穿針織衣服 一件Cardigan 配襯衣服也很好用 我自己不太喜歡素色基本款的Cardigan 打造休閒造型的話 可以選擇拼飾或夾紋的設計 這樣看上去沒有那麼沉悶 而且年輕一點 如果你怕針織衣服太熱 買的時候記得看看衣服的物料 用棉製的針織衣服一般都不會太熱 我這件GAP的Cardigan 就是以棉製的 上面還有一些細緻的繳花花紋 這件就會比較紳士 如果這個翻領設計不適合 Cors 和Zara 都會有很好的舞嶺設計 今天說到外套有沒有你喜歡的款式呢? 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想看我如何配襯這幾款外套 下一條影片將會有一條notebook影片 和你分享一下我的造型 如果你想定期收到關於man's fashion的資訊和提示 記得在下面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David 我們是YouTube和Instagram 再見 拜拜